欢迎回来来关心国际消息 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地区 今天清晨发生严重车祸 一辆科运巴士从高架公路上坠下 压毁了下方一辆乡行车 造成至少22人死亡 星期一清晨5点左右 一辆巴士经过帕拉纳归时路段时 因不明原因重出高架公路 掉落到下方的南旅宋高速公路 压到正好驶过的乡行车 坠毁的巴士车身严重变形 而乡行车几乎被压扁 事故造成至少22人死亡 20多人受伤 当局表示部分伤者情况危急 死亡人数可能还会上升 目前警方仍在调查造势原因 交通管理人员判断 巴士可能因高速行径失滑路段 失控冲出掌揽 新厂人亚非电视国际新闻组编译